哈啰 大家好 我是叶体老师 欢迎来到全新单元留校查看 我们第一集我们线上连线了一位有问题的学生 我们就是学生有问题我们才要留校查看 所以叶体老师我今天身为一个被告解者的身份 来跟这位学生谈谈 他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 我们第一集请到的学生是中正大学的Jimmy 究竟中正大学的Jimmy在读大学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 我们马上来听Jimmy的告解 来Jimmy跟大家打声招呼 叶体老师大家好 我是Jimmy 嗨Jimmy 你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你今天被留校查看了 你有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那个也不算是一种问题 就是遇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奇怪的是不嫌少 来 就是有一天啊我就去 就去百货公司 然后就在等我朋友车走 那个就是路中路旁边那边等待 然后我就还了手机 然后就一个男生超奇怪的 他就一脸深情非常诡异 然后就慢慢朝着我靠近 然后他就停下来 停在我旁边要问了一句 诶你这手机是什么牌子的 超奇怪的 超奇怪的 那你朋友 你朋友上厕所上了多久 上很久啊 上很久啊 我就很疑惑 然后他到底想干嘛 干嘛问我手机是什么牌子 然后我就跟 我就说 蛤 然后他又说一次 你的手机是什么牌子的 他会说iPhone啊 然后我说他就走了 干他妈的一看 就知道是不是iPhone那么好认 不知道他的目的到底是 想干嘛 这边我很明显他的目的就是 想要问你的手机 而且他也没有想要搭讪我还是什么 他就问完就飘走了 他就飘过来又飘走 他可能真的是想买手机吧 那这件事情 谁会每次问一个路人 你问一个食物还可以理解 就是看起来很好吃什么的 但是谁会问一个 他又没有看到我在玩什么东西 或是滑起来很顺畅 还是拍照 拍起来很好看 他根本没有看到 那就飘过来说 你的手机是什么牌子的 那这边的话 其实不用担心 这个状况 叶体老师的朋友也遇过 有一次啊 叶体老师的朋友 在高铁上搭高铁 那他就在高铁的厕所附近尿尿 然后那个尿尿的地方 有很多的小便斗 然后他就选了一个小便斗尿 然后这个时候 他可能有五个小便斗 他在第二个 就有一个男生走过来 他也走进了厕所 然后那个男生走进了第三个小便斗 就是他旁边的这个小便斗 然后我朋友就在尿尿 那个男生就问了我朋友一句 请问这里可以尿吗 然后我朋友也是 蛤 又在问了一次 请问这里可以尿吗 三小啊 你尿尿就尿 那时候他在尿啊 你尿尿就尿 你问我干嘛 这有意识同工之妙 好的 Drami 你还有没有 你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这显然问手机是一件小事啊 那你还有没有其他更严重的问题呢 更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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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这边周围啊 就没什么好吃的 然后 然后 中正大学是吧 卫生又很差 对 然后这样我会被那个啊 我会被围剿 不会啦 不会不会 没人知道Drami之前 完全保密 远端连线 没有人知道吗 那你说卫生不好是 比如怎样的卫生不好 就卫生 就我跟你讲 我上学期就是 基因我每天都吃同一家 早餐点 卫生不好你还吃了一学期 不是不是 你听我讲 然后就是 因为就是在附近算 我可以接受的早餐点 然后就吃了快个学期 那很简单的是 那附近应该是没有其他 什么早餐点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快 快 快放很假的时候啊 我就 也是去吃啊 因为还没放很假啊 还是待在学校 就也是在吃那家早餐点 然后有一次就一个人去吃 然后 点的是 肉燥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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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谁早餐会吃肉燥饭 欸 那其实很好吃 但是你听我说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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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半 我就挖到一根头发 那说不定是 我跟你讲 肉燥饭是 用猪肉去做的 啊那个可能是 可能是猪毛 不是吧 猪毛不是白色的吗 猪毛是什么颜色的 而且猪毛很粗吧 我这辈子还没有看过有猪长毛 好 猪有吗 猪不是都是白色的吗 就是一般 除非是什么黑猪 我跟妳讲 有长毛的猪我只看过一种叫做豪猪 那个是刺 那个是刺 反正 那个我就 我就 反正我就 我就 我就挖到一根头发 然后就 当长肝 我就 然后我就回去跟我室友说 我跟你说 我再也不吃这家早餐店 因为我每天早上都跟他一起去吃这家早餐 而且你还吃了一学期的卤肉饭 对对 对对 所以到底谁早餐会吃卤肉饭 还吃了一学期 没有啊 说那天吃卤肉饭 反正 撇除这家早餐店 其实很多 这边也没什么店家 然后 有也是很难吃 而且 呃 我们这边有一个 就是 吃的地方就集中在 一个区域 他那边 我会叫他 你干嘛躲起来啊 没有没有 我笔电 没有电 诶 请你继续 我要怎么去 请继续告诫啊 不行啊 中断了 不会啦 不会不会不会 我有在提醒 你说你那附近只有那家卤肉饭店 不是不是 是那家早餐店 就是 我可以大概可以接受 然后除了早餐店之外 就是 可以吃的东西 就是 晚餐的选择啊 就有一个区域叫 大吃室 然后那边其实有点像市场 就是整个环境很一样市场 就是很脏 然后我就不想去吃 然后 所以到 后期我都是 每天吃7-11 不然就是 骑很远去市区吃 你先 请问我们 JAMMY现在是 大学几年级呢 大一 那你怎么 才大学一年级 你怎么知道 这叫后期呢 说不定 这只是 前期的开始 你就开始吃7-11 反正我就很不能接受啊 不会 我跟你讲 人是要磨练的 在这边 叶体老师的告解师 要跟大家讲 你那个忍受都市 会慢慢成长 你一开始不能忍受一根头发 你慢慢的是不能忍受 一些 手指 之类的 手指下去拉 对 然后 最后你可能那个 阿姨 一碗汤 手指浸在里面端出来 你也 可以接受了 就是我上次那个挖鬼 真的是 你不是吃到拉洞子吗 诶 我们 全身痛 诶 这是一个小困扰 吃东西 至少你还有得吃 好吗 我们要洗衣服 我们再讲一些 我们跟课堂有关的 我洗衣服 再讲一些你其他的问题吧 其他的问题 问题 你不是有什么修课的问题吗 修课问题 我上学的时候修一堂理财课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知道 你知道 可以其实可以靠 结婚 就是办婚宴 那种吃喜宴的那种制服 办喜宴制服 怎么可能 办喜宴一场 就要动辄六七十万 这要怎么靠喜宴来制服 哎呦 就是 就是你 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 你要先炸那个 就是炸你身边的人 对不对 炸你说就是发喜帖 对对对 但是最好是不要炸同辈的人 就是你的朋友啊 你的同 就是 朋友 因为同辈的人 通常会比较没有经济能力 所以他可能包比较少 所以问题不是出在于要不要炸同辈的 是炸有没有钱的 对 没错 没有钱的长辈也不要炸了 所以 有钱的晚辈 对 不管说多小 只有五岁有钱也炸下去 对 所以 对这一问题来说 你就是 比如说你是一个硕士生啊 你就可以尽量去嫁你的教授啊 因为你 你身为一个教授 你就会 非常的 爱面子嘛 对不对 因为你觉得自己 地位崇高 你就会 地位崇高的人 通常 通常 很爱 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会 power的特别多 听说行情价是 就是好像六千以上 我不确定 但是我在行课 听那个教授说的 然后 还有那个 六千蛮多的耶 对啊 就是 就是你要去炸那种 爱面子 然后又有钱的人 我不知道各位观众是住在哪里 不过叶体老师是住在桃园 桃园这边的行情呢 一般比如说同事 你没有那么熟的 就是 差不多炸一千六 如果你交情好一点的 就是 差不多 两千二到三千六之间 那我第一次参加婚宴的时候 我被我的同事二整了 我 他们说交情普通的包三千六 我就包了三千六 搞到 那个同事以为 我在 喜欢他什么的 我觉得非常的无言 人家都结婚了 结婚之后就有老公了 他们就变人妻了 他可能也非常的不解 为什么 我跟他没什么交情 还要包三千六 我自己也觉得非常尴尬 而且 损失惨重 所以 刚刚这位 Jimmy 来自中正大学 Jimmy说一个教授炸六千 其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金额 对 那 对 然后他还有说 就是你要办企业的话 通常不是都会开一些酒吗 或是一些果汁之类的 对不对 香吉士 香吉士的果汁 就是现炸果汁在走 谁有喝过香吉士的果汁 还有巴拉汁的请举手 但是你要 你想要自负 不能说没有到自负 就省钱的话 你就要 全部都 开那个 就是请 汽水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我要请汽水 因为汽水你就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 然后觉得很脏很脏 你就不会 一直想 就是不会想吃东西 然后 就省下那种酒钱啊 或是一些 哩哩哩哩哩的东西 就是 就是可以省下很多钱 我开始相信这堂理财客 教人的不是怎么开源 而是怎么节流 节到变猴子 非常 这个根本不是自负的秘诀 这是省 没有朋友的秘诀啊 省钱 省到婚宴也省 省到香吉士 请香吉士也不请而已 可以 在那边请汽水 谁结婚会喝汽水的 你告诉我 他就 喝越多越好 而且 喝到涨 喝到涨才是好 你知道那一桌 那一桌菜大概要一万块 你一瓶香吉士才不到 四十五十块 你在那边香吉士跟汽水做比较 你就不会一直想喝饮料啊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 你为什么不干脆把那个一桌十菜一汤 偷偷的把它砍了两道菜 变成八菜一汤 也没有人会发现 反正最后两道菜大概人都走光了 这样不是更快 反正结论就是他有说一个结论 结论 就是 对 也不算结论 就是他最后读了一句的时候 如果你是男生的 就请不要做这些事情了 因为 因为你老婆之后一定会很 也很 就是怀恨在心 就是比如说你们结婚之后吵架 他就会提起这件结婚的事 就是你一定要办的 疯疯拱拱拱 不能不能很 所以 这个意思是 他会一直拿这件事吵架 你们老师认为说 女方也承认说 这是一件不风光的事情 让女生不风光 我不是说汽水 还是指整个 我知道不是汽水 是指汽水和那个香吉士的价差 是不是 不是 还有 还有你最高的教授包了六千块 你老婆还在闲 有种把六千块吐回你的教授啊 说不定 说不定你的教授 还在建议你攻读博士班 你就可以再婚再请一次 对对对 哇 反正故事差不多是这样子 好那今天的这个 呃 呃 呃 什么省钱香吉士啦 什么早餐都吃滷肉饭啊 然后什么 哎呀 我已经忘记 我甚至已经忘记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了 就是那个 手机牌子 那个啊 被搭讪问手机的牌子 非常的无聊 好 中正大学的生活是不是就是很无聊 对非常无聊 请请不要来 你不是有很多观众 他讲的好像他现在身陷在 武汉或者是乌克兰的轮陷区 然后叫大家不要来一样 他觉得他现在回不来 非常的痛苦 对对对 如果观众是高中生的话 请他好好思考一下 好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JAMMY 你今天早餐吃什么 今天早餐吃 滷肉饭 好的 谢谢我们的JAMMY 我们今天第一集 留秀查看 就到这边啦 我是逸里老师 我们下次见 by bwd6